你们是有做音乐吗 这个设备很齐全 自娱自乐 啥都玩 还画画什么 这是你画的还是你老公画的 你老公也玩架子鼓 对 他最早其实就是打鼓 然后后来学吉他和电子琴手 这边还景挺不错的 退长的时候都特别远 然后你就能看到好多泰国人在这边 感到害怕 你姐姐现在不在这边 对啊 现在国内嘛 所以这个房地就没有人去 这还真是挺私密的海滩 我之前都没有来过 在我的微信里 有一对中国小夫妻 他们每周末都会发爱心餐 我虽然不认识他们 但是却非常佩服他们的坚持 同时我也有一些好奇和疑惑 这周日我约到他们 记录他们的爱心餐活动 下午四点左右 我乘坐他们的车前往餐厅取餐 你们俩都是喜欢这种脏辫文化是吗 一会儿我还见一个大哥 在中国脏辫建的DV在哪呢 是吗 是 就你在中国说弄脏辫的没有人不知道 好多明星都是他做的 听起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他们固定订餐的餐厅 老板已经把一百多份餐打包好了 这是有两百是吗 一百二 一样是弄两百多的时候就要用朋友那个皮卡的 我们想去做 今天是什么饭 今天是点抛改 大家看到泰国人最常吃的假常菜 那个白色的纸板上是写什么 写今天的菜 谁写你写 哇你还会写泰文字 我是会听说读写那种 在到达发餐地点前 悠悠说零钱不够了 要去换点一百泰铢的零钱 你要买点东西再换钱 他们夫妻俩除了发餐 也会给一部分人发钱 我们去的第一个便利店 没有那么多100泰铢的零钱 于是我们又去了 附近的另外一家店 才终于换购了零钱 出钱的速度很专业 如果是给他们发钱 他们是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是一般都是最后给 就是带他走的时候 然后给钱 这样的话他就很感动 然后就谢谢你 然后就走了 应该这也不会很尴尬 我也不想让别人看到 我给这个了 没有给这个 一般就是没有小孩子 对一般就是我们心里有数 然后发完他们饭之后 他们要走了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 还要偷偷的给一半 这个是给小孩的 一会你看你也能感觉出来 有些人是真的很贫困的 有些人可能就是和家住在附近 但条件还可以的 没有那么贫困 对对对 向我那边管 向我那边管 让他再把房子出来挪走 很有型 这个脏辫 看起来好像几个月没洗过一样 是一种脏辫的这种类型是吧 这是自己的针头发吗 针头发 留了有几年了 零九年 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免费餐 哦 哦 这个是泰铭吗 这么长吗 抛改 铁刀 哦 还有泰国国旗 可以 哦 哈哈哈 这个是 这个是路过的泰国大姐 她问我们是一直做这个吗 没有 她问我们上级为啥没来 我们又上级去别的地方吗 然后她给了我们500泰铢 然后让我们继续做这个事业支持我们的 哈哈哈 桌子摆好以后 就陆续来了一些拿餐的泰国人 之前在阿龙哥的餐厅是每个人排队拿好取餐 每个人是拿一份的 悠悠他们夫妻俩的发餐是会问对方有几个人 对方说有几个人他们就会给几份 把我们摆掉就跟我们玩不得了 也很� 那么这是一集群球的地方 也不是有几个人 是一集群球的地方 亚厅人家一集群球队 好 我来 好 慢慢地人越来越多 两个发餐的姑娘开始忙碌起来 有一些碰到带小孩的 看起来比较困难的人 在旁边的阿豪 就会额外地再给100泰铢 这些拿到钱的泰国人 都会非常惊喜地感谢 发餐活动进行到 十几分钟的时间 来的人多到就开始需要排队了 不到20分钟的时间 120分的餐就全部发完了 这些人都没有拿到 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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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分钟,现在发对了一块 自在拉麦这片都知道 每个周日可能就在这个区域会有发 就是一般是一个人看到了 就会通通好 要不就是让大家越来越没有钱了 越来越穷 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每个礼拜的礼拜天呢 都会举行一次 发放免费一餐的活动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 你现在来说的话是可以帮助 泰国的一些餐厅和 泰国最底层的老百姓的一个 我们能所做到的最直接的一个方法了 这种形式的发泛呢 大概是做了有两个月 然后但是其他的那个形式的一些救助呢 是从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做了 疫情刚开始 从巴东,卡塔,卡伦都做过 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在拉外工作嘛 所以就主要在拉外 餐厅一听说我们是要发这个慈善救济餐 他们也是比较好心 就原来卖那种六七十块钱的套餐 然后现在他给我们优惠价就是四十泰铢一份 里面还带肩蛋的那种 一个星期差不多要发一百分到二百分 就算一百分吧 那就是一个星期是四千泰铢 然后因为我们还会如果有小朋友 就是小朋友和家长嘛 我们会给家长一百猪给小朋友买一些东西这样 然后一个月差不多就四千人民币吧 五千,四五千差不多 四五千人民币这样 两万泰铢一个月 就是你们两个人 不不不不 我们就是我们就正常在这边的上班族他工资 我们家一起差不多五万泰铢吧 以现在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是全新 然后然后说起这个善款 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 一位姓吴的姐姐 我的一位姐姐 她现在在国内 因为她曾经也是在泰国生活的 然后所以对泰国也很有感情嘛 所以她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后 她就特别愿意帮助我们 吴姐之前在普吉岛的时候呢 是她也在做我们也在做 但是吴姐回到大陆 然后现在呢 等于我们也在帮吴姐做 做她的那一大部分 然后我们还是那一小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联合起来一起在做 力量会感觉大很多 吴姐的出现呢 让我们这种 有爱心 然后有还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呢 有了更好的这个经济知识 更有底气了 然后像我们在普吉岛这肖打想到 她在国内她也帮助很多人 然后我知道 对我知道最近的一次 她是在曼谷联系了一家工艺的网红餐厅 然后一次就订了25万泰铢的饭 发给泰国所有 那个曼谷所有的民众 是的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她 我们在这里呢 就要替受到她帮助的泰国人 给她说一些感谢 对我们给吴姐些鞠个工 所有受到吴姐帮助的泰国人 我们是代表他们 然后谢谢吴姐 谢谢你 谢谢 我们是告诉自己嘛 就是每个月要拿出一万泰铢来做这些事情 对 因为我们的钱其实四万泰铢在普吉岛够用了 很够用了 确实是 如果在国内可能就做不到了 但是在泰国的话 整体这个生活水平 那个消费水平也不算高嘛 所以就是还能近一点于微博之力 而且说句实在的 我们在泰国生活这么多年 泰国也真正的改变我们很多 帮助了我们很多 所以说适当的回馈一些泰国给泰国民众还是 在紧张的同时呢 如果你还能做一点事情 去帮助那些更困难的人的话 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好事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年龄吗 我是明年就30岁了 92年的 90后有这种觉悟很不容易 说实在的如果我觉得我就是在国内生活 就是过普通的那种大学毕业上班族的生活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这样子的 可能每个月发工资了 也就想着自己这些月买什么包买什么东西 但发生了一些很神奇的事 你就觉得确实是有因果抱怨这个事情 确实是你做好事的话 你就会得到些什么 不一定说你现在你今天做了好事 明天你就中彩票了 但是长期以来的话 我觉得肯定对你整个人是有帮助的 后面的计划是怎样的 先做先持续做个几个月吧 两三个月吧 也要看这个后期疫情怎么发展 包括泰国的这个政策 如果说将来游客开放会怎么样 这种方式就先持续着做着 然后再观观望 如果要是有变化的话 那可能就是这个星期发的多一点 下个星期发的少一点 甚至说我们现在是发100核 我们可以先吸引别人加入可以发300核 会发200核 其实我觉得在岛上我也知道好多中国人在做善事好事 但是好像都是大家各做各的 就是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 那有没有想过说给去组织一下这样的 前世还没有想过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区要聚到一起 牵涉很多经历的 到那时候可能像我们现在的话 可能就是星期今天四十星期天 我们就忙一下午 然后这些事情都OK 我们上午还要去公司制办 但是如果太多人聚在一起的话 你就要约大家的时间 大家合适的地点 然后谁去取餐 谁去发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能就太多了 然后如果上款多了的话 这都是双面性 你要管理 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在泰国如果你组织 尤其是现在你组织100人 甚至说50人以上的一个活动 或者发物资 你就要报备 政府要知道 要由警察来维持秩序 对于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还要工作 就真的很麻烦 所以我们俩就比较佛系 比较随远了 不强求 但如果有的话 肯定是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